拿的什么呀 臣妾新包的莲子 皇上乘日披折子 难免上火 莲子最浓清新 倒难为你了 包这个东西 最伤指甲 皇上平日喝的 都是莲子汤 这新鲜的莲子 臣妾已经剔除莲心 别有一番滋味 果然如此 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 倒也少了一番蜂味 莲子之心最苦 旁人不能体会 所以便剔除了 莲子的心已无 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 朕早起听老太监们教闲话 说万里朝有位景妃 最喜欢利用亲子珍宠 甚至不惜 让怀中小儿发热 引皇帝注意 你怎么看 臣妾若是万里帝 必定杀死景妃 以证功维 十月怀胎 一朝临产之苦 妃为人母不能体会 景妃她身为人母 去害其子 除非不是生母 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 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 怎还配活着 你一向文顺寡言 难得这么激愤 臣妾失言了 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 一是有感而发 莲子之心 不仅母亲有 父亲也有 难为你包了这么久 你既细心 又有耐心 华妃到底没有生养过 你自己的孩子 自己带回去带吧 谢皇上 那就赶紧带温依公主回去吧 是 皇上 皇上 奴才看 曹葵人挺开心的 怎么倒是皇上 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你看见曹葵人去接文艺公主时 是什么样子 高兴得就差点没飞起来了 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 奴才说错话了 奴才该死 你说的是实话 朕也没看错 就因为如此 朕才觉得寒心